一致以來大家對修行這條路到底要怎麼走 可能你們聽了很多的課程 還是一個稀里糊塗 甚至有的人在佛學裡面 道學裡面 可能搞了一輩子 到目前還是對修行次第搞不懂 今天我們跟明天大概是想利用12個小時 讓大家理一下 這是借什麼呢 就借修身圖跟內景圖 我們就已經不已人了 這些東西我之前都講的 不是張老師自己的東西 都是來自古代傳承的東西 所以我們盡量把修煉次第 你們先要把它理出來 也就是說第一步你要怎麼走 第二步你要怎麼走 第三步 最後怎麼樣我才能夠看到自己成就 所以我們在講理論的過程中 還會把大量的一些相關的技術方法教給大家 當然有一些方法你們是練過的 點一下 你在跟這些圖來相應的時候 你再看老師 你們有的上過三個年級的課程了 那麼老師在帶你這個課程中 是不是按照這個系統的次第在教學的 你就會比較清楚了 所以這兩幅圖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沒有認真地去看過 也就是說我們重點為著兩幅圖來講 第一個就是內景圖 因為時間的關係不允許我整個展開 展開可能要十二個小時後面加個零才夠 整個的我們的一個神仙之道 你成就的所有所有的東西實際上都在這兩幅圖上面 所以你如果是要完整地去展開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你一生的東西 所以它就是很多的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這兩天的時間就是帶著大家跑 跑一遍 跑一遍但是同時要教育你很多方法 因為你不掌握這些方法的話 那麼你最後又不會起鍊 你光聽著熱鬧沒有意思 那麼基本上我們這個教學思路呢 是先以這個內景圖 這是兩幅圖 一個是修真圖 一個是內景圖 那麼以這個內景圖為主 來引導著進去以後再參照著修真圖補充 而不是一幅圖一幅圖的去講 那個就沒有意思了 因為我們是按照一個修煉次第的梗蓋去做 所以而不是說像有些人講內景圖 修真圖他要講很長時間的考證 是真啊假啊 到底是誰來最後認定是誰來畫的這個圖 這些都沒有意思了 誰畫跟我們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怎麼去用它是很快的 所以這幅圖對景圖 這麼一幅圖實際也不是多複雜 但是你要看懂它 你先要抓住你從哪個地方開始看 問一下你們相關人士 你們看這幅圖 你們先從這個圖來哪個地方開始看 我們叫外行只是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 你們至少也跟了我幾個月了 也有的大概是跟了幾年了 那你應該要看出點門道 這幅圖你從這個 要是去掌握它的話 你從哪裡開始看 有沒有人給我一個意見 從哪裡開始看 我把它放大一下 從哪裡 從上往下看 從上往下看 從下往上看 還有呢 從外面全天往上看 你們反正是幾種方法就亂講 我看有沒有我的好學生在裡面 我關鍵是在找 找有沒有好學生在裡面 老師講課 你要回憶老師講課 修煉什麼最重要 對不對 什麼最重要 那麼當然你要先去找 老師提到那個最重要的東西在哪 要是把它抓住 你抓住它才能夠有一個次第 有一個次第 所以是從心開始看 大概有的人剛才是答對了 我們在三修一話的課程中 特別講調 修心為上 以修心同率 修性修命 三修一話 所以是 心性命三修 加上一個清心消夜一話 所以是大家一定不要亂看東西 心在哪裡 心在哪裡 心在這裡 還有什麼心 所以是 記住 相關課程實際上 我已經給大家解密了 心 心 這是心 先從這兒開始看 就對了 為什麼 我們做事情第一 你要成功 你現在要找到一個工具 對不對 然後你找到工具了以後 你再要去找材料 比方說你訂一個客桌 訂一個客桌的話 你首先要去找榔頭 找榔頭以後 你再去找木材找釘子 對不對 你現在要有這兩樣東西 再來說 我怎麼來做這個客桌 如果是沒有這些東西 你就是個空想主義者 幻想主義者 我想做一個客桌 我又沒有榔頭 我又沒有什麼桌子 我又沒有木頭 你們現在是最簡單的就是 說明森丹買了 你所需要的物質的東西 說明森丹是可以買得到的 商場裡是可以買得到的 你的命 商場裡買得到的 所以是不可以 所以是什麼都要自己動手來 那動手來還是 那你修這個性命雙修 想著一生成就 想著成神仙 獲得長生不老的這個結果 那麼你必須要找到那個工具 也就是說我要來做這個工程 做這個生命再造的工程 我第一 我必須要有施工的工具 第二 我必須找到施工的材料 我用什麼來蓋這個大樓 這是兩個十分關鍵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這兩個東西 你就都是空想 叫空中樓梗 夢想 幻想 假幻修煉 假幻修煉 所以是在這個白教祖師 第六八祖師 我看見這個很重要 我給你們的大當中 給你們寫上去了 也就是修真的工具 修真的工具 第二個 修真符裡面講的 這個是它裡面是沒有講的 但是通過那個 內境符中講的 法藏雲跟慈世雲 這個裡面 都解密了 什麼是這個工具 什麼是這個工具 那麼有了這個工具 下一步你去找那個材料 我們先看這個工具 看這個工具 那工具的話 你看到心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開始來研究這個心 你們的心有幾個心呢 所以是這個時候我們的成語就告訴我們 你有一個三心根是吧 二一三心 三心是什麼心呢 所以是我們今天如果用現代西方來講的很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經常用的心 叫常意識 就是平常用的 普通人你都要用的 所以是我們常意 常心 這是第一層的就是常意識 常意識就是平常的這種意識 普通人都在用的常意識 那麼再去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 有一個潛意識 這是現在心理學中給我們講的 給我們講的 常意識是一種什麼意識呢 也就是說一個會腦力工作的人 他會用大腦思考 按照我們的傳統來講 就是第七思維意識 這個佛法的八識裡面 它叫第七思維意識 思維意識就是前思後想 左思右想 那麼這樣的一個思想的一個心 所以這是常意識中的一個意識 那還有一個慣性意識 慣性意識就是我想吃飯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去吃辣椒 因為我是四川人 我是新加坡人 我就想去吃粵菜 那這個是帶有一種一生 與生俱來被訓練出來的一個常意識 那它變成一個慣性意識 那這些都是屬於常意識的 所以我們的心找到了兩個了 一個就是第六 心慣性 第七 思考 那麼潛意識是什麼呢 潛意識是我們平常時間不出來的 所以它是潛藏的意思 那這個潛藏的意思呢 它大部分不是你今生的意識 而是你前生前世的意識庫裡面的東西 也就叫八識裡面的東西 所以是 那麼如果你不相信有前生前世 OK 它是你的父親跟母親 的DNA中全息攜帶來的意識 你如果萬物的不相信還有前生後世的話 你要知道它也是具體的一個存在的 就是說你前面是從石頭風裡蹦出來的 你沒有你的潛藏的意識 好 可以 那麼你再理解這個潛意識呢 它就是第八意識 是你的父親母親的基因中攜帶的 基因中它攜帶著全部的生命的信息 它包括了生口意 也就是說你父親母親 養成的生口意的全息的東西 都在它的基因中 都在它的基因中 那麼這個部分呢 包括了你爺爺奶奶 你外公外婆的生口意 訓練的東西 那麼都在基因中全息攜帶 全息攜帶 所以它會變成一種全息的 儲存在DNA的這個系統中 在DNA中 那麼在DNA中的話 就被你帶下來的 潛藏在你的 垃圾基因中 這就是西方科學家最搞怪的東西 為什麼 它在我們的基因的研究中 它發現了我們人體有90%多的基因 是沒有用到的 它把那個之前稱為一個垃圾基因 垃圾基因 但是現在它不敢講了 因為它發現裡面不是只是垃圾 它只是由暗物質 暗能量組成的信息 它沒有辦法解碼 因為物質它可以解碼 它可以用高倍電子顯微鏡 它可以看到現在的生物基因中的 那個百分之三點幾的內容 因為它是物質組成的 它是物質組成的 那除此之外的90%多 它看不到 因為是沒有辦法解碼 它知道現在2013年以後 科學家承認了暗物質佔95%以上的比例 所以它不敢再說那是垃圾了 以前說都是沒有用的垃圾基因 那這些在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八意識 那這在佛學裡面的八識庫中 它稱為第八識 又叫藏識 就是你的倉庫裡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我們終於發現 三心原來有第六心 第七心 第八心 為什麼前面的牙耳筆十身的前無識 不能夠叫心呢 因為前無識作用的時候 眼睛看東西的時候只是看 耳朵聽東西只能聽 它聽了以後不會起心動念 看了不會起心動念 你們在地鐵站裡面走來走去的 看了那麼多人一個都沒記住 為什麼沒有起心動念 突然看到自己一個熟人出來了 從地鐵裡出來 你馬上就起心動念了 為什麼你的意識動了 你的心動了動念了 心動了 那麼看了那些不認識的人 沒起心沒動念 只是從眼前飄過去 所以是他沒有心 他叫實 只能叫前無識 第六意識它有這個追憶功能 回憶從小的事情長大到現在 它是回憶的功能 第七意識是思慮的功能 第八意識是感應的功能 就是說在你完全不思考 這個不思慮也不去回憶 那麼這個時候呢 也不去想像它出來的一個功能 那個還不去回憶 那些不去回憶 你現在不想像它有什麼好想的 有什麼想不去回憶 那些不去回憶 你現在不去回憶